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创建安生半岛的圣地 2002年圣觉寺正式落成启用开光安坐 仁慈厚道 朴实无华又充满智慧跟佛法的自缘法师幽默地说 会选择在这个山明水秀幽静的山区来盖寺庙 是因为圣觉寺的后方就是五指山 所以他取西游记里孙悟空逃不过观音五指的典故 就在这里修建圣觉寺 展开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的修学生涯 我后来才想想我们这个后面是五指山 五指山就是这个活子就逃不出如来掌 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 顺不由己 也不是我选择逃不出如来掌 所以后面是五指山 其实法名字圆这两个字 蕴含无限禅机妙用 师父1981年开始 迟到婚时就会反胃 30岁在南投埔里剔度出家 开始学习慈悲跟佛法 也投入艺术音乐文学的领域 40多年来自愿法师宽广的胸怀气度 自然无为的修行风格 让许多一般民众 工商政界人士都来跟他请义学习佛法 信徒们也都能从法师平易近人的言行举止 简单又有内涵的风趣话语当中 体验出生命的无限智慧 他是很open的一个师父 然后我感觉上他没有什么耶稣 所以任何人的话都可以接受 不管什么宗教也好还是怎么样 我的感觉是他都可以接受 感觉是平易近人 看到他本人就有感觉到智慧可以成长 自愿法师积极推动广修丛林 希望建立普渡众生的宗教园区 不仅经常在台湾各地 主持各种慈悲祥和的法会 也担任宗教协会的领导 前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20多个国家 弘扬佛法精神 希望跟四方信众共聚一堂 寻找生命的意义 不管是建议 学校 社会的公益 种种我们都参与着 那如果是在以内修就是软体方面 那当然我们宗教 而且是佛教 是以完全修行 或者是以诵经做法会 这些为基本的一个架构 走在圣觉寺的汐止山区 感受到绿意森林里的微风 聪明 鸟窖 坐下来喝一杯咖啡 热茶 再仔细聆听自圆法师的智慧话语 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信众跟学员 都可以用优雅 轻松的心情 感受庄严 宁静的修法环境 与自圆法师的一席话 可以胜读万卷书 长智慧 彻底感受生命的美好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李佳金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